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你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24小时全记录 想唱就唱 惊天住一点 十强淘汰战 没人敢放松 我不是雷达 但是我眼观思路二听八方 关于宽弹的各种八卦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不是卫星 但是我全面监控及时传达 关于宽弹 你如果有任何想要知道的问题 少我觉得没错 我是董小姐 你们身边的快男小喇叭 小喇叭现在要开始广播了 我跟你们说 这段时间 网络上形成了一种以快男为主题的商业热潮 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快男经济学 比如说硬有快男口号的T恤就卖得特别的火 再比如说很多电子商户 开始出售快男的同款各种服饰了 有朦胧穿过的条纹背带裤 张立夫穿过的国货文化衫 余田的同款耳环 欧豪的同款太阳镜 林玉成的同款棒球帽等等 都让我想不到的事 就连董小姐我穿的这个同款T恤 居然也有人在卖 如果你用淘宝来搜索快男同款几个观念词的话 可以出现上千种的热卖产品 有的商品只要给好评还可以抱友 所以说今年的GDP的增长 快男的贡献真的不小 也希望这些很有头脑的小掌柜们 生意红火 恭喜发财 我恭喜你发财 我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请过来 不害的请走开 每个人都开 除了这个商业热潮 快男在网络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是更加深远的 你们看我今天这个说话像不像专家 一套一套似的 话说呢有一群特别有才的网友 用各种电影画面重新剪辑配音 制作出了跟快男相关的搞笑片段 比如说下面这段调侃评委的 就特别在干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要就快男评委了 我看你作业有刀疤 记得戴墨镜 知道一下 不只有墨镜 我还准备了七卦 好 李评委 你准备了什么 我没有墨镜 只有望远镜 还要自己听孩子 戴墨镜有什么了不起 敞花在此 不择墨镜就砸你一身耳机 不要以为你姓陈就会欺负我 谁让你无视我说话 现实点评一百八十年 你来抢花我怎么说的晚 现实是为了节奏 我说太多学生还怎么唱 做评委就需要情感 光好你自己的眉毛就可以了 我说其他评委都吵了好几星期 你怎么还在这做望远镜 一做还做俩 做哪个小帅哥呀 哈哈哈哈哈哈 小西兵来 真的那么一些 万能的网友 你们真的是太有才了 光说说评委哪能那么过瘾呢 我们快篮事项当中 肯定也有网友特别热议的焦点吧 说什么呢 不自往快篮能唱不得套 最起码一圈几个摔格吧 哎呦有没有搞错啊 快篮事项当中 个个都是帅哥 个个都是唱将啊 比如说 我的粉红男神欧豪 他难道不帅吗 当然了 只要我一个人说他帅就够了 只要你认真看了快篮的观众们 都知道 有一种男味叫做鱼甜 有一种音乐才华 叫做宁环语化成语 有一种穿起的爱情叫做左力 有一种青春天然梦 叫做白子刀鱼萌萌 还有一种最接地区的亲情 叫做贾胜强 哎 什么 你们觉得小强不帅 小强其实也是很帅的 只是帅的没那么明显吧 说到小强啊 他的帅气 他的可爱呢 就像空气一样 无处不在 比如说 昨天上午 快男们都在做运动 大家都是两两搭配 拼命地燃烧着脂肪 雕刻着体型 但不知道为什么 小强更容易搭档 不过嘛 他就一直在和意念中的搭档 迷迷的配合着 这还不可爱啊 就是不够帅吗 还有一种帅气 叫做幽默 大家都知道 于天曾在美国留学 主攻音乐 但是对详细的情况呢 却知之甚少 要不是饭后快男们一起闲聊 你还真不知道 他的品系呢 那你现在在美国 那边拿的不是本科吗 我拿的叫副学师 就为他只是英语 然后对于我的理解 他就跟那个心目的人 自己是一个招 同小姐觉得 其实什么学校毕业都无所谓 只要他有真材实干 就是好同学 所以大家入围了快男时墙 特别的不容易啊 看作适合考上了清华北大 同样值得庆祝的事 只是因为在湖南台 都看了你 再也没能忘掉那容颜 快男男生就是这样 只要开箱页 你们会一直的爱下去 爱快男女 还不快来找我 这个军师董小姐 所有的问题都来找我吧 你懂的 谢谢人见人爱的董小姐 各位好 我是花点花开的良心 想唱就唱 我是 对就是我 你是谁啊 我大师兄啊 认得认得啊 哎呀明天啊 我们的十强这个淘汰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残酷好激烈啊 此时此刻 这些快男们 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我和大师兄 要聊的课程标题很惊悚啊 什么样的状态 最容易被淘汰 第一种最容易被淘汰的状态是 全世界你最紧张 没错 紧张就容易造成脸部 紧张就容易造成你忘词啊 紧张就容易让你的高音变成破音啊 如何克服紧张呢 大师兄有一样法宝啊 四个字 做到 目中无人 此刻 站在你前面的都不是人 他们是蓝天 白云 大海 花鸟 那在大师兄眼里我现在是个什么动物呢 你心懂花了 好了啦 继续啦 当然啦 要做到目中无人 还有一个诀窍啊 如果你是近视野 请摘掉眼睛 总之呢 从现在开始 学生们就该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了 好好练习有备而来 比赛倒计时 现在距离本周快难直播还剩33个小时 三伙伴们进入了紧张的筹备状态 这一次选了一首跟之前不一样的歌啊 这一次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 感觉我是没有爱情的小强是吗 其实有的 其实我觉得吧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呢 跟我一样你就会遇到一个 在你人生中给你上一堂很宝贵课的一个女生 让你知道什么叫生日 什么叫生日 这次秀珠老师可是尽职尽责的 给小伙伴们开启小赵 进行一对一的单独辅导 今天我提出了很多问题给我 其实我其实还蛮担心合个乐队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合个乐队 我觉得很好啊 从来没有这样 老师讲得这么细 这么细致 现在秀珠老师一对一上课呢 我觉得特别好 非常的准确 机会其实是很难得 可以一对一 会明白的更快 学的东西也更多 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小伙伴 秀珠老师还拿出了自己的独门秘籍哦 秀珠老师让我练一种唱法 要把舌头吐出来 就这样练 然后说我 说我的声音太单一了 然后加强一下练习 然后舌头用力太多了 对 得变化一下 很难受 舌头光脚往回收 光脚用劲 然后就让我过来练 然后让小小姐过去上课 好 啊 迷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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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过一秒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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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自己用手圈进来吧 用化妆我就不唱 如果云知道 如果云 对 我就是那种特别 特别害怕丢脸的人 但是刚才又连续好几次丢脸 只能说回去再好好练习了 其实状态不好也不能全怪他们了 这其中另有隐情呢 你比较疲劳 然后就发炎了 这几个 嗓尼就有点疲劳 所以就有点费劲唱歌的时候 小伙伴们赶紧恢复健康去创造奇迹吧 继续来说什么样的状态就容易被淘汰呢 第二种选拓歌曲 嗯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个大问题 你说唱员唱吧 担心大家第一次听感受不声没有共鸣 唱别人的歌曲呢 一旦挑错了后悔莫及啊 第一不能老是唱外文歌 这样会不接地气的啊 啊除非啊 除非啊 这千人女性大众评审啊 都是老外 第二不要唱太热门的歌曲 人人都能喝唱的歌呢 就会出现人人都是评委的状况 你就很难脱颖而出了 顺便跟大家说一声 我的歌曲都不怎么热门啊 很适合比赛的 第三不要选原唱歌手太顶尖的歌曲啊 这样的歌曲 挑战难度会很大 你无形当中会给自己 增加了一个很大的门槛 呃 所以再次的证明 我的歌曲最适合比赛啊 那我就淡定了 其实呢 呃 选手只要选对了歌 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了 如果你还能在舞台上 展现出更多的肢体动作 那就不得了了 那边练歌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这边舞蹈训练室也没空闲出来哦 十位快男们这周五的比赛 不单只是演唱 还要在舞台上添加一些舞台剧的表演 除了欧豪以外 另外几位快男还从未在舞台上展现过自己过多的舞姿 比较腼腆认肾的余田首个被安排上舞蹈课 先读为快来欣赏一下她的舞蹈吧 再来吃 去吧 来 尼克的一个状态 我正要 那种感觉行不行 开闪了 开闪了 没什么 不 我觉得现在是互相的狗搞念 你对晋队面前你自己 对晋队面前你自己 你告诉你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你现在是在干嘛 放松 放松啊 干嘛呢 罚站啊 小甜甜 别紧张啦 歌迷们都在为你加油哦 拜定拜定 放松放松 你一定行的 也很少跳舞唱歌 然后联想的歌 然后要数的节奏 再做动作 就完全就 就不知道该干的 状态就不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 下来可能再更接种 看他状态 练好声乐课的欧豪坐在一旁 看着同寝室的兄弟于田 不放松的状态 也着急起来 立即给好兄弟于田 支起招来 就可能会 简单教一些 我自己平时 会在舞台上面 比较放松的一些动作 我希望能自己多一些律动 我希望小甜甜能够就是有一些 想一下自己这些方面 因为我不希望他不开心 稍微有一些舞蹈功底的欧豪 阿天老师就放手 让他自己先设计一下 音乐这首歌 应该融入一些什么舞蹈呢 很有自己的想法耶 阿天老师很满意哦 而音浪这首歌 现场跟观众的互动效果 也至关重要 欧豪很认真地在跟老师沟通 怎样在演唱中灵活地融入 跟观众的互动 又要唱Rub 还要跳舞哦 之前的几次演唱舞台和台风 大部分都是欧豪自己设计的 把整体舞台弄得动感十足 魅力四射 得到评委和歌迷们的青睐 歌迷还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哦 封他为十强中的舞王呢 我没觉得自己是舞王 就是可能会比他们多跳几个动作 毕竟风格不一样 所以因为我的多数是快歌 hiphop 舞曲 当然希望舞蹈部分能够学好一点 能更酷更帅 然后给自己加分 什么样的状态最容易被淘汰呢 第三种技能太单一了 这个我是有体会 我就是技能太单一 所以打游戏水平很难 最近大师兄一直在跟微信 那个打电机较劲嘛 是的 就是专业选手了 如何突破自己的技能呢 这就是快难最大的魅力 不过话说回来 都已经是全都十强了 你还怕什么呢 这一点我还真的是有体会 如果说十强之前比的是自己的实力 那十强之后比的就是自己的应变能力了 要尝试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 你的未来才可能是一位完整的意义 所以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迎接最残酷的淘汰菜 一直以来呢 最呆萌的火星帝华晨宇 如今也不再沉默了 连何老师都感叹不要停止治疗的火星弟弟 你可能觉得生活中的她是这样的 而她自认为她是这样的 你可能看到舞台上的她是这样的 在采访时她是这样的 而舞台下练习的她又是这样的 而舞台下练习的她又是这样的 穿脱节站不稳 就宽脆就光着想接地气 整首歌曲的表演形式 都出自火星弟弟自创 阿天老师只是稍稍改动了小雪哦 给她空间 让她自由地游离去吧 似乎地球人都已经适应了 好带小菊在舞台上的 忘我抽离的表演了 我就是 我 心思不一样的眼光 我在生活中 唱歌也是这样的呀 形容不出来 就 就是会想到我 我自己的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就跟你在做梦的时候 你醒来 你会切不住你做的梦一样 不过看你这么投入 小编想入入地问一句 嘿 哥们想什么呢 我唱歌的时候 就只是因为想起来 我想觉得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大脑屏蔽这个世界 这么屏蔽啊 好吧 小编只想告诉你 虽然你屏蔽了这个世界 但是你屏蔽不了大伙 我想看你的心啊 这个星期我要 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 我最喜欢的中文歌 然后请大家 期待一下 好吧 不用期待 就是可以听一下就OK了 不听也可以 本周快男十强淘汰赛评委 谢霆锋即将缺席 大师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呵呵 我当然知道 你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 有知情人士透露呢 谢霆锋的爸爸 谢霆锋 8月9日即将成为77岁的大寿 作为长主呢 谢霆锋呢 将易不容俗推掉一切工作 为父亲亲生 这是必须的嘛 对啊 突然我才想到啊 今天是8月8号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呢 这个我当然知道了啊 这个是伟大的网友们原创的节日 8月8号爸爸节日 所以啊 在这呢就陈下所有的爸爸们想唱就唱 想孩子的时候呢 就能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和迷人的pose 快男拍开场BCR 帅气阳光的外形 迷离深邃的眼神 在无形之中迷到了一片人呢 那在快男的心目中 谁是最佳pose王呢 最后摆pose的小强嘛 小强 他比较丰富一点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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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强竟然在我们城堡的那个舞蹈室练动作 经常在里面练他的那些pose 小强啊小强 原来你私底下图图练习的pose呀 那就把最佳pose王的荣誉称号颁发给你啦 老师他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会告诉我 我就很相信老师啊 他叫我怎么做 我就尽量放开去做而已 其实我就没有什么顾虑而已 没顾虑太多东西 一条呢是 我们就快步往前走啊 走到走到位 然后我们表情跟跟情形一样是 津巴的欢乐的阳光的 经过导演的精心改造 小伙伴们确实变得更帅气迷人啦 让小编舞的心也在砰砰跳得不停哟 表现最好的当属白举刚了 平时上台就面无表情的他 一秒变阳光男 我平时表情挺丰富的 只是上台就成面瘫了 喜欢笑 所以笑的表情我很好做 然后一下就做完了 今天恰好都是笑 还有哇哦那种 我们的左先生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都是比较僵硬的 那他是因为害羞呢 还是本身身体不协调呢 我觉得很自然啊 但是大家看着觉得比较僵硬 所以说和我分到一个组 我都觉得很抱歉 有点对不起大家 我不算最僵硬吧 你知道还没有开始习惯 因为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是每个导演 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星期五的晚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了 想唱就唱 听你的 谁是pose王 看你的 我是pose王 我不是pose王啊 因为我觉得我又不会耍帅 然后又不会卖梦 那我最上场就是傻笑 就这样子 想唱就唱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中午一点钟 我们都会快拿来加油 想唱就唱 大师兄每天都在这里等着你 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登陆QQ音乐或添加QQ Music 微信官方账号快乐男生最新歌曲首发 更多精彩专题独家呈现 相唱就唱 明天中午再见 拜拜 拜拜 为了希望多多声开 他脾气坏 他更奇怪 最后还有让你笑着说拜拜